为了持续的提升花莲县政府课语服务的能力 县长徐真伟力推课语学习 同时邀请县府团队一起来学课语 县府111年课语认证研习班 在县府大礼堂开课了 由资深的课语新传师赖延林来进行讲授 现场坐无需席 而学员们也认真地听讲 请做笔记 县府111年课语认证研习班 在县府大礼堂开课 由资深课语新传师赖延林讲授 现场许中卫相当重视课语学习的基础在庚工作 鼓励县府团队学习课语并且报考课语认证 同时也建立奖励配套措施 提升同伦们报考心情以及意愿 让课语学习从日常生活中原生到商务交流当中 对课语文化传承而言 课语的推动是首要且不可获取的途径 也是维系客家乡亲彼此感情交流的重要工具 客家事务处处长彭玉珠表示 科医认证通行语言实施办法 从107年颁布 规定该县市客家人口达1% 列为客家语言通行语言之类的地区 发年之后也就是115年 该县市公教人员要有符合 该地区客家人口比例通行者可以认证 我们花莲大概有两个枪 其他的外地到台中 别的地方还有饶瓶枪大盆枪 那这些枪枪调比较复杂 那我们花莲大概就是两个枪 第一个就是这个四线枪 那四线枪人口的分布 大部分都是从新城花莲市基安 凤陵以北 这一带大部分都是四线枪 那这个跟那个千玺有关系 那我们花莲的南区 副里育里大部分都是海陆枪 所以每一个同学在学习的过程 你不用去特别去学习挑战 比较困难的枪 你们就自己熟悉的 如果是第一次考试 就自己学习比较熟悉的枪 彭氏表示 花莲政府担任领头羊 除了为团队成员免费开课 立拼打标之外 更积出奖励措施 而这次沿袭受购老师 赖延宁是花莲县的 资深课语新传师 具有多年课语教学的经验 教授课语是个县市枪 以及海陆枪 他表示相当幸会有许多 县府同仁们认同客家文化 投入学习课语的行列 让资深客家人 他是倍感荣幸 记得请欢迎 欢迎收看